注意看 这个野人不一般 众所周知 在迷你世界中 野人是非常常见的 咱就是说 谁没见过 谁没见过 我就不信没人见过野人 见过的在评论区里扣1 没见过的在评论区里扣2 让我看看到底是谁还没见过野人 当然 跟我好像也没啥关系 干你扯犊子呢 兄弟们 店要嘲讽他 别咬了别咬了 我错了还不行吗 啊 凄 接着说到野人 打过迷你boss的玩家都知道 在迷你世界里 每个boss都有着自己的小弟 就比如 爆不蛋的老大是黑龙 蒙眼叮叮当当的老大是识巨人 说重点 那么谁又是野人的老大呢 野人背后的boss到底是谁呢 这台野人背后的神秘boss 童话侦探演队 引导9人10到1人 外加一条小黑子 说谁小黑子呢 兄弟们 给我店要嘲讽过吗 别咬了别咬了 我再也不说你是小黑子了 言归正传 这边是灰灰 这边是我 为了调查野人背后的真相 我们先是把野人 野人猎手 野萌宝 依次放了出来 再经过对他们外观的观察发现 他们的脸上都戴着面具 并且除了野萌宝以外 其他两个野人都是在白天睡觉的 那么是不是说 野人的boss也是有相同的特征呢 来到晚上凌晨 我和灰灰为了寻找背后的真相 用野人最爱吃的烤肉来勾引他们出来 看看他们会发生什么 野人boss是否也会出来呢 臭姑娘 你压得完我是吧 口口声声说 会带我找出野人boss 这倒好 野人boss没等到 我都快睡着了 再等等嘛 不等了 我要睡 拿钱 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再等等的 哎 野人怎么都不见了 臭灰子 都怪你 要不是你 我早就发现野人boss了 你正是睁着眼说瞎话 耻人说梦 哪有什么野人boss啊 臭灰子 都怪你 哎 灰灰 哎呦 这是哪啊 哎 野人神妙 不是吧 这里面不会就有野人boss吧 进去看看 啊 不是 这楼道怎么这么长啊 跑了半天都跑不到头啊 前面有亮光 快去看看吧 你 你是谁 戴着面具 难道 你是野人boss 哈哈哈哈 千年了 千年了 我被封印了千年了 终于有人来到了这个地方 臭小子 快点把我打开牢笼 我会给你无穷无尽的财富的 财富 如果要是有这么多财富 我是不是就可以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了呢 不行不行 既然它是被封印在这里的 那就说不定它比虚空幻影还厉害呢 我不 为了正欲和平 为了迷你大陆 我是不可能放你出来的 既然你不帮我解除封印 那就别怪我 啊 哈哈小伙伴们 你们不会信以为真了吧 其实啊 其实 这些都是假的 也只不过是官方之前做的活动罢了 所以呢 小伙伴们 可千万不要被骗哦 我是顾梦 我们下期再见